任何公众活动 如果反而不符香港法律 他们会够断执行 情况是非常之严峻 而且是未有受控的迹象 The Hong Kong starts a new chapter of development 必须落实爱国者制造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no option to improve the electrical system 头部都没什么分别 肖天智宣诺 确保已过两日十一日 新闻自然 This is an evil law I'm ready to harm our freedom 煽动他人是颠覆国家政权 Introduce a new route for those with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status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K 2019年香港经历了一场过百万人参与 持续了几个月的社会运动 声势浩大 前所未有 挺有希望的年代 挺烏托邦的一个一刹那 这场示威潮 缘起一宗在台湾发生的港人凶杀案 因为香港政府决定修改逃犯条例而引爆 这条条例容许香港将罪犯送到台湾 澳门以及中国大陆受审 不少参与者认为此举会破坏一国两制 为香港的高度自治打开缺口 就一条条例就可以令到香港的司法体系 就完全是破坏了 这件事我是不相信的 由于政府不肯让步 而警方的执法行动饱受质疑 和平游行逐渐演变成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 不大搜导 不大搜导 示威蔓延至全港各区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抗争活动 真的在有这些行为之前 他们没有一些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为 或者想沟通去表达过 有的时候有没有人来过我们 尤其是政府或者警察 特区政府直到运动开始之后 三个月才撤回修例 政府会立即禁锁 不过这一场运动没有因此而完结 香港社会变得极度撕裂 支持运动的人担心香港大陆化 希望维护香港自由、民主、法治等等的核心价值 而北京和香港政府就将运动定性为黑暴 甚至是颜色革命 认为要拨乱反正、游乱及治 这几年时间香港经历了包括新冠疫情、国安法的实施 以及各级选举制度的改革 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又会怎样看这些巨大的社会变迁呢 真的好像没有过过那样 感觉都是停了在2019、2020那时 今年31岁的周家发 跟很多香港人一样 参与过多场2019年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 它所属的社会民主连线 是香港传统的民主派政党 长期活跃在各种示威现场 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冠肺炎 并且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香港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之后香港警方多次以疫情为由 不再批出不反对通知书 香港的街头抗争进入了低潮期 政府的确用了防疫政策去阻止很多游行的出现 包括我们40年都有份 2020年我们是想抗议5.1的游行 政府因为限聚令的缘故去驳回申请 但似乎没有 政府都没有兴趣去批出任何游行 本身这个COVID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情况 我不相信在制定这个政府的最高层制定防疫的时候 其实是会想为了针对某个团体 在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 会否防疫其实是影响了某些特定团体更加多一些 我觉得这个有机会存在 张晋宇是香港现任立法会议员 作为港票的他大学毕业后在港铁任职 2019年8月31日他当值的太子站 发生了备受争议的831打人事件 虽然没有确作证据表明有人死亡 不过事后有不少人来到车站 要求职员交代当晚的情况 我们可能七百个人就围住 好像我在说故事 我知道些什么 我看到些什么就跟他们说 深信有死人的一些港员 原来他们是会选择去相信的 我们可以重新去建立一种信任 被视为建制派的他 成为了议员之后 多次对社会事件发声 包括关注反修例运动中 被捕人士的情况 希望警方早日对不作检控的人士有所交代 8月31日的事件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政象 就是其实最重要 就是不可以只是服务自己的粉丝 你提出 他们提出那样东西 是真真正正一个合理的訴求 去帮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经地义 香港保安局回复BBC中文的查询时指 截至2022年尾 全港有10279人 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 其中18岁以下的人数 多达1,754人 二年25岁的阿星 都曾经在社运期间被捕 经历了超过一年的消发程序 他终于被判无罪 一心想成为老师的他 认为在被改造过后的香港无法蜡烛 他现在身处英国 申请政治庇护 即使我无罪也好 他不会理我任何的情况 他做这件事 他继续下贷 上诉 基本上他都是出于政治的心态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避不住 所以我要离开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 被捕人士当中有超过2900人 已经被落案起诉 目前超过500人在囚 由于申请庇护期间不做得事 阿星成为了囚权组织 细业庸的全职义工 他经常出席当地的市集 同人介绍组织的理念 希望可以为因社运被捕的人 提供人导支援 第一是因为他们 出于政治考量而被判决 这个已经是人导的问题了 他们可能就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变成一个政治犯之后 那他家里是谁样的呢 除了运动中牺牲你见到的东西 最直接的就是坐牢的他们 我们由今天 可以踩在自由的土壤上 我觉得是有人会回来的 那如果我们不去可运的时候 我们对不对对着他们呢 过去几年 如果说对香港社会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 可能要数北京在香港 实施《国家安全法》 这部法律由中国人大常委会 全票通过 再纳入《基本法》附件3 无需进行咨询 或者立法会表决 直接在香港实施 之后香港的街头抗争几乎绝职 当时我觉得《国安法》最大的效果 就是使社会秩序 可以基本正常运作 你在一个动荡动乱的情况之下 大家的追求其实都是无法追求的 平作成功立法 但我想证明的是什么 就算你没有《国安法》的时候 是不是19年前 我实话乎再退一点 14年前 是不是民不聊生呢 是不是没有《国安法》就生存不了呢 《国安法》的实施 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反应 多间亲民主派的传媒机构 被迫或主动停运 有新闻工作者被捕 支持社运的工会 学生会 政党等组织纷纷解散 而在香港举办了30年 纪念中国大陆六四事件的 维远烛光晚会 亦都因为防疫政策 和国安法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今年社民联就 就着六四都不会有任何的行动 警方在事前都有向我们查询 我们都是明白他的信息 在防疫措施取消之后 有团体希望复办 有关妇女和劳工权益的游行 但都未能盛事 而复偿之后首次游行 是要在实名制 和大批警员的戒备之下 才进行 政府对于民间团体 或者对于异议的声音 接纳的程度 已经到了一个寒冬的时期 而在政府层面 香港成立了国安公署 和警察国安署 国安热线启用 鼓励市民举报 公务员需要通过国安法考试 而图书和影视作品 都受到严格的审查 司法制度上 国安案件的法官由特首指定 亦都不撤陪审团 而最近亦都限制海外律师 到香港辩护 在国安法实行的近三年里 有至少252人因而被捕 有人形容国安法 为香港带来白色恐怖 这个我想是很多人对 国安法的一个误解 或者是一种不用 是处理真是那些用心不良 真是想破坏整个社会 那个政权的人 正常来说 国安法是不应该影响到 普通市民的生活的 是的 有些人可能会听国安法出来说的 都有批评的 都会说 你不要这样上岸上线 不要这些东西 都是牵涉到国安法 这个和本身的立法原意 包括和中央对香港的期望 都是不符合的 2019年示威期间的区议会选举 民主派取得全港86%的直选议席 令北京激度不满 2020年港府以防疫为由 押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 其后当局改革各级选举制度 大幅削减立法会和区议会的直选议席 2019年当选的民选议员被要求宣誓 大批区议员辞职 或者被裁定丧失资格 2022年的特首选举 候选人得李家超一个 我觉得很恐怖 政府越多很奇怪的字眼 就是完善了选举制度 又重塑区议会 就是很含糊其词地包装 它实际上在破坏选举 很基本的元素 这个代议是被人委任的 或被人选择 而我们可以由各大市民选择的人越来越少 究竟这是民主了还是没有民主了 我觉得不言自明 2021年 张恩宇以政治素人的姿态 参加了改制后的立法会选举 他说不认同少了民选议员 会削弱议会监察政府的功能 过去我们有一些种种的问题 例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已经成为一种对立 根本上没有办法推动事情 我自己真诚地觉得 一个正常的政府运作 应该是它的撥款 它的工程 大部分是可以通过的 是顺畅通过的 社会运动之后 香港出现了移民潮 2020年尾 英国政府推出BNO移民计划 两年之内约有15万人申请 加拿大和澳洲也降低了港人移民的门栏 而中港通关之后 假日期间访港的大陆旅客 恢复至疫情前的八成 回望过去几年的社会剧变 有人觉得香港经济和社会重回正轨 也有人感叹 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香港和大陆慢慢看齊 我自己的绝见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件事会发生 按着现在的趋势 后悔是没有的 你说可以做得好一点的不甘 有的 如果是2019年到2020年那段时间 就会输了 输了不是打仗输了 而是整件事情 争取的结果 或者是犧牲的成本 我觉得都是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大家将这些气力 转发为力量 关心身边的人 以及关心香港的情况 不要忘记 我不太相信香港的所有人 都当过去那几年的事情 没有了 我觉得2019年有一个本质上的分别 我觉得是真的令到一些人 有些人会用觉醒 我觉得在香港 很多未走的人 都是醒了的人 2019年的事件 现在去四年了 其实重心 就要回来 如何令到香港的未来发展 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我们要面对的就是 如何重建信任 那些不支持我们的人 反而都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没办法令到他们觉得香港是有一种希望归属感的话 其实这个社会都很难得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向前走的那种动力 我始终是觉得香港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我想太多的人在2019年都比我付出得更加多了 很难想象是 可以为了民主自由 就是可以真的不怕坐十年监控 就是 打得换来的是更加多的市民 他会去反省得到 究竟所谓的没有大台 或者是没有了这些政治明星之后 究竟每一个香港人自己是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改变到的命运 都是一件安高荣着 继续发生着的一个社会运动 我觉得